大家好 我是Hidy 超慘 我去旅行的時候相機掉落水 所以後來成功能夠拍到影片 但是收不到音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 就會完全是聲話不同步 大家看不看我樣子是超級殘 因為我跟家人有大有小有老有嫩 跟團去選擇浦債 Morning Call是6點 我還要早起床去拍這個影片 大家不好意思 我的樣子是殘得不得了 我們不要看這個殘樣子 今天會有我完完全全的GET READY WITH ME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個步驟就是我平時最喜歡用的日本去角質化妝水 很多條影片都說過 我放了小瓶去抹臉 這是我每天每天的第一個步驟 然後我也是帶了The Ordinary 這一枝的去眼種GEL 我發現平日用它很有效 但去到這些不夠睡 又要6點起床的時候 它都不是幫到我很多 只是擦安心而已 這一枝是日本樂斷集團記給我試用的 一枝OAOA敏豆收護精華液 在香港用的時候 我覺得它不夠力的 因為它是非常非常水狀的 極度容易吸收 一塗上去就馬上吸收了 來到柬埔寨反而非常適合 完全是很控油 全天都很清爽 所以我會推薦給一些混合性肌膚 或者油性肌膚的人去用 就會很適合 然後這一枝是Caudalie的雪花面霜 其實是去年用剩的 因為冬天的時候我覺得它不夠力 所以夏天又拿出來用 都是覺得非常喜歡用 完全是不會黏黏 不會太過滋潤的 我們現在等待護膚品吸收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今天重點上推介這個化妝品 給大家認識的 這個Palette 你看上去是超可愛圓桶型的 裡面內有乾坤 一打開裡面 其實是什麼都有的 有遮瑕膏 有胭脂 有眼影 還有有唇膏 很高的 最神奇的是 旁邊這個蓋子一打開 倒出來 裡面有眼影掃 唇掃 還有一枝眼線筆 眼線筆是它扭出來的那種 這一盒是一個啡色眼線筆 你看它小小的眼線筆 好像沒什麼特別 其實它後面是一個筆跑的 所以筆心永遠都可以保持這麼尖銳 一開始我就用了 Blaster Moon Palette裡面的concealer 做打底的 其實它的遮瑕度不算高 基本上可能遮到我黑眼圈大約三成左右 但是它盛在打底夠滋潤 還有之後不會起乾敏 之後我先上平時用的Maybelline遮瑕膏 因為在柬埔寨實在太過熱 如果只用這個遮瑕膏 其實是會用得很交關 所以之前的打底步驟相對來說 變得很重要 之後我就先上粉底 都是沒有新意的 又是Dior和Explorer這個組合 其實這三天我都測試到它的持久度 都是一樣非常之好 終於有一點點新意 這個NARS的旅行遮瑕膏 我最近都很喜歡用的 色號是Custard的顏色 用它的時候真的會感受到 好像奶油的那種質感 很棒 然後我會用一個碎粉 去定剛才眼底的遮瑕部分 沒錯 我帶了一盒Hourglass的碎粉 因為我不夠時間收拾 所以沒空把它放進小盒子裡 直接整盒帶了過來 底妝大致上完成了 之後就到滑眉的部分 眉粉和眉椒都沒有變過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就可以去資料 我在這裡就不多說了 之後避影 我最近找到Kate的單色眼影 色號好像是39號色 它的顏色還不夠偏灰 但尚算是自然的 所以這麼少考帶去旅行 就非常適合了 眼妝方面 我用了Blaster Moon Palette 裡面的眼影膏 先做一個打底膏 其實它真的很好用 因為它的顏色本身在我的皮膚上 是不漂亮的 但塗到眼上 它有淡淡的粉紅色 之後我都會蓋其他眼影 為什麼要塗這個打底膏呢 我覺得它的附著力非常之好 它可以令到之後的眼影更加持久 不會有直線 也沒有那麼容易用 所以我自己都很推薦 但你看到我用的盤子已經花了 其實如果你的皮膚夠白 剛才的粉紅色眼影已經很足夠了 但因為我比較健康膚色 我還是覺得要用香檳金的顏色 好像比較適合 所以我加了一層Kate的單色眼影 色號是11號色 把整個眼皮蓋上去 其實這個眼妝很持久 再之後我會用Mimi的眼影盤 裡面的啡色做一個深邃感 因為就這樣用這些珠光色 其實眼睛也有點腫 所以我自己就喜歡用啡色 在眼尾附近慢慢滑上去 記得由底開始大力 然後慢慢輕力掃上去 就做到一個層次感 不需要用很多工具 也不需要用很多不同的眼影 一個顏色已經做到這件事了 不要忘記畫下眼尾的三分一位置 這個小三角形是可以令眼睛放大很多的 然後我就用Blast Moon Palette 側邊拿出來的眼線筆來畫內眼線 其實我覺得這支眼線筆畫出來是很Smooth 你會看到每一條線都很順滑 但如果筆頭在眼皮膚上面 就有一點點硬 所以如果你畫全條眼線我不會用它 內眼線的話 我都會用它來勾畫 因為它的眼色顯色度剛剛好 不會太深 不會太容易出錯 所以可以先做一個打底線 但如果我想要一個比較銳利的線條 都會用眼線去畫眼線 然後我就會用Mimi的眼影盤 兩個最深色的啡色去混合眼線 這個步驟其實很重要 除了可以令到眼線看到更溫柔之外 之前眼線畫得不太美 歪歪斜斜 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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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些出錯出界的話 都可以用Blending這個步驟去補救 最後用Blast Moon Palette 內的橙色眼影膏 其實它是帶閃粉的 在皮膚上如果有白色的橙色 發寒妝是很漂亮的 可惜我的健康膚色不太能出色 不過它上面的閃粉在眼上可以增加立體感 我自己很喜歡冰冰的 所以就會拍到眼妝那裡 然後也是用Opera的My Ledge Mascara 塗上眼睫毛和下眼睫毛 這一支的Mascara真的我今年應該是最愛的 我想沒什麼其他Mascara可以贏到它了 胭脂方面我用Blaster Moon Palette裡面的膏狀胭脂 它的顏色是一個非常漂亮非常粉嫩的珊瑚蜜桃色 本身我自己很少用胭脂膏 因為我覺得它會抹走我原本的底妝 但是這一款是完全沒有的 如果用手拍的話可能要多一點時間 但是因為我講時間的關係 我就用了美妝蛋去拍 其實這個胭脂膏我覺得最印象的地方 就是它的持久度 我在柬埔寨的時候 是每一天三十五度 然後出去六七個小時 它不會溶,不會一塊塊 它會慢慢掉,慢慢失敗 但是不會去到沒有顏色 而且這個palette這麼小 我拿出去補妝的時候 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你補妝不會越補越噁心的 而這次我帶了的是Fenty Beauty的這個 我記得上年都應該說過很多次 它是偏金一點的顏色 所以很配搭我這種健康膚色的 它是超級無敵光亮 你看到一掃上去 好像有個打光燈打上去 是很漂亮 而且很配搭民族衣服 是二國風情的 所以又是超級推介的 來到唇妝方面 我就用Bless the Moon Palette 裡面的蕃茄紅雅光唇膏 我沒想過這些放在蕃蕃裡面的唇膏 都是雅光的 而且它附送了唇素是超好滑 你看到其實我是爽脫皮 因為我沒有帶潤唇膏 去減蠔寨 但是你塗到上去 它不會幫你修補死皮 但是不會再顯它的死皮 而且它的持久度是非常之好 我剛剛上完已經不會怎麼脫 如果你說吃東西的話 它也是會脫的 但是如果你喝水 或者吃餅乾那些 是完全不需要補妝的 所以它的持久度真的超級無敵 你好 好了 我已經夾頭戴了耳環 換衣服回來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旅行 Get Ready With Me 我也覺得很詭異 看著我的嘴一邊說話 但是完全是昇華不同步 但是沒辦法 我的相機壞了 我又不想浪費了這條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妝容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的下午3點 以及星期日的下午12點 好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我們下個月 在那邊 我們下個月 哈哈 我們下個月